特朗普最高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直接对欧元发出警告 指责德国利用严重被低估的欧元加强起贸易优势 由此美国与欧洲进行的贸易战可能迫在眉睫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日星期三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分析人士不仅要问 难道德国是继中国和墨西哥之后 美国开辟的第三条贸易战线吗 虽然经常账户盈余不断上升 将推动欧洲货币储备上升 这就表明纳瓦罗断言 德国是汇率操纵国存在些许道理 但是解决此问题只是第一步 与欧洲或者德国开展全面贸易战 将不仅是对这两个国家 同时也对整个世界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已经出具规模 而德国的应对策略已经较为明晰 长期以来 德国一直认为 与美国结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因此将竭力保护其贸易伙伴关系 然而目前德国已经成为 全球经常账户盈余规模最高的国家 德国也将采取措施 保护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 以免成为惩罚性贸易举措的下一个目标 过去五年时间里 德国经常账户盈余几乎翻了一番 2015年已经飙升至2561亿欧元 特朗普总统指责德国在促进进口方面并没有尽力 以至于贸易顺差规模如此之大 10月美国财政部长将德国列为继续观望的国家 因其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欧元据国家一度指责德国鼓励储蓄而非倡导消费 以此减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如果美国能够有效瞄准德国出口 那么德国将诉诸美国人民 从理论上来讲 美国对德国出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可能只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 此外 柏林将提醒美国工人许多德国公司在美国设有分布 以实现其在供应链上能够雇用许多美国人和使用美国产品 当前辩论的核心则是德国担心其发达国家 将开始有效模仿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而对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型经济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目前极大欧洲政党已经开始称赞特朗普总统承诺 下一届美国政府将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有效的声明 这些民粹主义势力将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大选中控制欧元区政府 德国着实为此吓了一跳 此外 德国担心特朗普对于被严重低估的欧元的攻击将发酵成为 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对整个欧元区的威胁 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也将愈发担忧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将殃及持余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